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地震学家称加州正处于地震干旱中 湾区选民登记处敦促无党派选民为投票做准备 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维持特朗普在2024总统大选投票权 日子太特殊堵成结婚人数获创历史新高 中国明年1月17号公布最新人口数据 人口负增长的状况正持续恶化 中国反对美国2024国防授权法案 警告不得实施涉华消极条款 以色列将停止向在巴以地区工作的联合国职员 自动发放签证 泰国最高法院宣布前总理应拉无罪 同时撤销对其发出的逮捕令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消息 据ABC本地七号台消息电视报道 加州刚刚摆脱了一场历史性干旱 但地震学家表示一场新的干旱即将到来 他们称之为地震干旱 因为该州特别是湾区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发生过大地震了 哪怕地震已经过去近五年 这是最后一次六级或以上的地震 专家们知道这种所谓的干旱 将以破坏性的结果结束 呼吁大家做好防震准备 本台记者张苗 12月27号南湾综合报道 湾区选民登记办公室 最近向无党派偏好选民发布了指导意见 湾区11个地方县登记处的联合声明指出 2024年3月5号的选举将是加州首次向每位登记选民 发送政党或无政党偏好选票 无政党偏好意味着选民没有在民主党或共产党等 进行合格政党登记 圣塔克拉拉县有1023473名登记选民 其中279711名登记为无党派选民 迄今为止 圣塔克拉拉县选民登记处已收到8026份 来自无党派偏好选民的申请 他们要求为美国独立党 民主党或自由党进行交叉投票 如果无党派选民不采取上述行动 他们的选票上将不会有总统竞选内容 以及3月份的参议院 国会 州议会和地方竞选内容 本台记者张苗12月27号南湾综合报道 据圣河西水星报的消息 据房地产资讯网站ZERO预测 圣河赛和旧金山市场的房价明年将下跌 其中圣河赛明年将是美国全前100个都市区中 房价跌幅最大的城市跌幅为6.1% ZERO还预测旧金山的房价将下降 百分之四点八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12月27号 美国密西根州最高法院 驳回了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从该州2024年大选投票中除名的上诉 密西根州最高法院周三表示 不会听取寻求阻止特朗普出现在选票上的团体 对下级法院裁决的上诉 法院在一份命令中表示 各方对密西根州上诉法院12月14号判决 提出上诉的申请已进行考虑 但遭到拒绝 最先受理此案的密西根州索赔法院法官表示 州法律没有给选举官员任何余地来监管总统初选候选人的资格 法官还表示此案提出了一个政治问题 不应该在法庭上裁决 该裁决于12月19号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形成了鲜明对比 12月27号 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离开华盛顿 前往美属维尔金群岛的圣科罗伊岛 白宫表示第一家庭将在当地度过新年假期 圣科罗伊岛位于美国最东端 因此也将迎来美国新年的第一个日出 拜登政府周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军事援助 这也是美国在2023年最后一次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此次援助是在国会两党对于继续援助乌克兰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进行的 周三宣布的伊兰兹原污计划 包括从美国军事储备库中提取的防空弹药 其他防空系统部件 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的附加弹药 155毫米和105毫米火炮弹药 反装甲弹药以及超过1500万发的弹药 12月27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 与墨西哥总统阿尔拉多夫在墨西哥城举行会面 双方就如何减缓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激增的问题进行了相关讨论 美国边境官员上周表示 每天有多达1万人穿越南部边境 此次会议召开之际 一支约7000人的移民车队正从墨西哥南部前往美国 这支车队由来自宏都拉斯、萨尔瓦多、委内瑞拉、海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组成 美联社周三报道称 今年的跨年夜 拉斯维加斯预计将掀起一场结婚热 前往登记结婚的游客人数可能将闯历史新高 因为2023年12月31号 按美国习惯写作是123123 正好是123123 很多人希望将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定格在这一串很容易记住的特殊数字上 其中一家婚庆公司当天承接120对新人 当中有5对将在新年倒数的同时成婚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来了解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于明年1月17号公布最新人口数据 外界预期伴随新生儿出生率下滑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状况正持续恶化 据相关网站披露 经初步统计 中国2023年新生儿为788万 较2022年减少了168万 而死亡人口则为1100万 人口负增长312万 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 这也标志着中国首次迎来300万人口的负增长 这是中国自从1960年代开展大跃进运动 并遭遇大饥荒以来 第二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方执意通过并签署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许东 当天也就美方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签署惩罚 表示法案有关涉华消极条款 大肆操弄涉台问题 渲染中国威胁 推动对华关键领域去风险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 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日前联合应发通知 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 提出五个严禁 这五个严禁是严禁随意扩大范围 严禁强制学生参加 严禁增加学生课业负担 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严禁不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员 尽效提供课后服务 通知明确 学校课后服务 应安排在上课日 及完成国家规定课程 和学校教学计划之后 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看管和自习 午餐午休看管晚自习等服务 不得纳入课后服务范围 一连四天的圣诞长假期结束 香港旅游发展局派发总价 两千万港元的本地餐饮消费券 未能留住港人 多日来 均出现港人 离境人次远多于旅客入境人次的情况 四天下来 出境港人 比入境旅客多约一百万人次 使疫情后第一个圣诞假期的消费世道 只能于疫情时持平或更差 反观澳门 四天的旅客入境人次 比出境者多约一万 除了待望世道 还令旅游业界相信 本月的博彩收入 有望增至接近十月国庆黄金周 195亿澳门元 约合24.3亿美元的 疫后第二高收入 本来消息 元旦将至 中国各地将迎来众多游客 据悉日前包括上海 苏州 重庆等在内的多地地铁宣布 为满足节日期间 本地民众和游客的出行需求 跨年夜地铁将通宵 或者延时运营 另据消息 随着2024年元旦小长假临近 中国北方民宿迎来爆发期 全球公寓民宿预定平台 图家的数据显示 槟城 哈尔滨元旦小长假期间 民宿预定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倍 沈阳增长20倍 沿边增长8倍 长春牡丹江等地增速居前 平台上含滑雪 冰雪等关键词的 民宿预定量和房东咨询量 也出现大幅增长 本台综合消息 大陆国台办2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针对台湾2024大选国民党参选人 侯友谊和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两岸政见 发言人陈兵华表示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什么事都好商量 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就能增进 台海紧张动荡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就会受损 公开报道显示 台湾2024大选将于明年1月13日举行 蓝绿白三方阵营 民进党赖清德搭配前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 国民党侯友谊与中广公司董事长赵绍康党搭档 台湾民众党柯文哲找星光人寿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吴兴颖当副手 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 27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12次主席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吴燕生、刘实权、王长青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提请第5次常委会会议追认 公开资料显示以上三人均担任过中国军工企业的领导职位 中国电动汽车比亚迪27号表示 比亚迪已获得高速道路三级L3自动驾驶有条件测试许可证 这是比亚迪获得的中国首张此类拍照 12月初宝马已获得上海高速路L3级自动驾驶测试拍照 奔驰则表示将在上海指定高速公路开展L3级自动驾驶测试 上汽集团旗下的电动汽车品牌质乙汽车表示 他也在向中国工信部申请L3级汽车的产品准入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27号仍然持续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当地已经有超过两万一千多人死于乙军的报复性袭击 并有大约五万五千人受伤 在过去24小时就有195人被杀 乙军表示再有三名士兵在加沙阵亡 令乙军死亡人数增加至161人 乙军表示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仍会持续几个月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暗示 以色列已对伊拉克、也门和伊朗采取报复行动 另据美国传媒报道 美国国勤布林肯计划下星期再前往中东 访问以色列、约旦、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 讨论加沙的战事 据以色列时报26号报道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发言人艾隆利维当天宣布 该国将停止向在巴以地区工作的联合国职员 自动发放签证 利维指责联合国是哈马斯的同谋 利维称 以色列将不再向联合国职员自动发放签证 而是会根据联合国职员的个体情况 考虑是否要批准签证申请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欧盟正在为乌克兰准备一项价值高达200亿欧元的后备计划 该计划采用的债务结构绕开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对资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反对意见 本月早些时候 欧盟领导人未能就拟意中的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资金的四年期方案达成一致 此后官员们一直在寻找替代方案 以便在欧盟无法解决分歧的情况下 将乌克兰从迫在眉睫的预算危机中解救出来 日本防卫项慕元涅27号在防卫省 与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举行会谈 就深化日美同盟达成一致 伊曼纽尔谈及日本政府决定向美国提供爱国者地对空拦截导弹 致谢称威慑力将进一步加强 慕元逆列举了日美韩的朝鲜弹道导弹 警戒情报实时共享系统启用等 表示希望日美明年也能取得可见的成果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7号在莫斯科 与到访的印度外长苏贾森举行会谈 拉夫罗夫表示两国互为伙伴 双边关系持续发展 双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保持良好合作 苏贾森称印额双边贸易额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2023年将突破500亿美元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27号表示 俄罗斯已经成功规避西方对其石油的制裁 今年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石油出口都运往了中国和印度 俄罗斯对这两个国家的原油出口量 约占其原油出口总量的90% 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 欧美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 制裁涵盖原油和石油产品 这导致俄罗斯对欧盟的原油出口大降 据泰国曼谷邮报27号报道 泰国最高法院26号宣布 前总理英拉无罪 同时撤销对其发出的逮捕令 泰国反对派红山军领导人贾都蓬还称 英拉可能在明年追随其哥哥被监禁的前总理 他性的脚步重返泰国 2014年泰国宪法法院裁定 在大米收购项目中 英拉于2011年调离 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塔维尔 是玩忽职守 因此下令解除其职务 法院认为 此事造成至少5000亿泰铢 约合146亿美元的损失 此外他还面临非法向某项目拨款 2.4亿泰铢的指控 2017年英拉在被判处 三年监禁前逃离泰国 他否认了所有指控 并称这些指控是前八域政府 出于政治动机做出的 27号是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的 设计者逝世100周年 但铁塔的员工因为不满 营运商的管理方式而发起罢工 铁塔被迫临时关闭 部分游客对此明显感到沮丧 工会在声明中表示 选择在这个具象征意义的日子 采取具象征意义的行动 是希望向铁塔营运商目前的财务管理 提出批评 因为他们担心营运商不当的决定 会导致现金短缺 声明说 如果不调整管理方式 铁塔可能会在明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关闭 高324米的埃菲尔铁塔 在19世纪末建造 是世界上访问量最多的旅游景点之一 每年接待约600万游客 刚果民主共和国多名反对派总统候选人 27日不理会政府禁令 在首都金沙沙举行游行示威 期间发生冲突 警方说冲突造成两名警察 及多名未成年人受伤 警方将逮捕活动组织者并进行调查 反对派总统候选人 为公民和发展而战斗党领导人 法尤鲁说 是警方向示威者开枪 导致多人受伤 柏林理工大学的信息安全学者 27日宣布 他们成功用黑客手段 攻破了特斯拉汽车的加密芯片 读取了其自动驾驶系统的机密信息 并逆向构造出了系统的架构 这三名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透露 首先他们用一种电压故障的攻击方法 即利用电压的突然跳变 导致芯片出现异常 保护电路因此失效 随后他们就获取了芯片所搭载 ARM64架构系统的root权限 由此IT专家就能读取包括原代码 以及用户资料在内的整个自动驾驶系统的全部数据 不过普通车主不用担心 学者所用的黑客手段只在实验室环境下有效 最后时间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6.83点 涨幅0.14% 报收4781.58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11.19点 涨幅0.30% 报收37656.5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4.60点 涨幅0.18% 报收15099.18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到节目 由肖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电影 咱们 Set